凌晨一点多看到戏纸呢 那一处还没有开始营业的废弃物处理场 突然窜出火标 因为消防人员抵达现场的时候 发现里面有很多不明的蓝色大型桶子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不敢贸然进去 直到确定是空的 这个才进入灌旧 火势50分钟之后获得控制 还好没有人员上网 火苗不断从二楼窗户窜出 云青的火花掉落地面 火势一度燃烧相当猛烈 现场浓烈密布 消防人员抵达现场 先拉起水线往二楼喷洒 由于厂房里堆放很多蓝色桶子 怕装有诱燃物或化学物品 消防人员全部武装 不敢答应 确定桶子是空的 消防人员还松了一口气 破坏铁皮门进入火场管就 最近位于汐止南洋界的 废弃物处理厂 29号凌晨一点多 二楼厂房突然起火燃烧 幸好处理厂还未开始营业 里面并没有堆放易燃物 火势延烧50分钟之后获得控制 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这时候我想台北找不到